凭借在第九天场中的表演,同时摘得影帝和影后的过关,黄景春说,李南玄,要凡在柏林棚取英雄奖杯,自己还在台下为他鼓掌,现在人对自己,特别感慨,记者揭查认导,那的时候你是不是心中,已经恶恶拿下一颗种子,就觉得我一对肉粒制拿到这个奖项,黄景春答,没了没有,那后我已经是封金营帝了, 此外秀少设,不仅不令人反改,反而会让我们为乐音效的贪求,讲这种话的人请再多一点,成人网络2013年,黄景春凭借检查预计,在柏东京对永结隐帝,时隔五年再次拿下柏林隐帝,黄景春成为了国内守卫声务声音对永结隐帝,尽管此份失容,国人头一份,但是长着一张巨抛脸的黄景春,对观众而言, 还是一个广泽在哪儿见过你的不知名熟人,带着好奇,我准备去帮一巴授双卖永帝的履历表,一边翻看,一边不经感叹,永帝当年选剧本的眼光挺一年难见的, 除了在张义萌,王小帅,许光华,光与门电影里,饰演门特杰,还在人尽其勇,黄景春与王小帅的第一次合作和十一小区作品里,则充斥着与不知名保养数次合作的不知名数字电影, 还有人陆寒,杨玉,宇宇等人帮立月的《大陌不记》《我是证人》《匆匆冒年》等流浪地影,然后看着看着,我的鼠腰不可控制地停在了一步, 我在参见的《下阳青春剧》上,女孩冲冲冲,下面是正典的《三哥线海报》上的文案, 对我造成了密集的信息轰炸,让人连不开远,妈妈,我挨大倒了,看到这里,我心里一身疲忽, 景泽然处女座,当下向人凶春奇迹,致竞争兴持,决策军人三哥文艺反串, 涉及情怀,小鲜肉,经典OP,搞笑,性传等,当下众多市场报款力次, 鱼妈看了,都得最快不如,这部十年前的剧作, 简直就是在时代的浪家上疯狂学武啊,快写, 像张欣石致敬六个道具,作为张欣石府中本的我, 怎能做得住,于是我又去查了查该把道具的其他信息, 把我送小鲜原来还只打过,春光盼望珠八戒, 编剧往远还曾是先见其侠众的联合编剧, 一个是奇幻曲剧里的卡厨,一个是新春爱情人次的放本, 两人合作一款青春校园曲剧看起来挺伟, 难免主角是性与积深一线为漫的景博园和养子, 参与演员同乐面的男男, 除了王景春该林出演景博园的大学室友, 原单成那根比自己小时三岁的养子, 争夺比自己小时一岁的景博园, 特创的还包括,当时与星云在梦邦的新女郎黄胜一, 帮助黄胜一跟星云梦邦的养子, 这俩至近真心时是来格文文的们, 以及旅选才林太, 能带头女成龙, 十六姐用穷帽, 无笑母虎汤正月, 鬼乐汤宝建峰, 步步高到景长生, 光是看这种人的互帮正人, 就觉得更无理头了, 我爱上这COSPLAY, 文化认真的吗? 再看该剧的简介, 在对外人藏多如口, 该剧影像张星石镜里先为创作里面, 请问这个星际, 存在的必要是, 融合张星石48部电影中的经典牌词和喜剧场景, 请问这个更超奇的区别是, 打在明目目青春时尚, 变感人至深的校园外形故事, 我已经闻到土肉和狗血的味道, 剧中主要荣誉之间昭示台词, 表情, 身体语言等录装到牙齿, 我已经闻到不溫柳的味道, 看完剧后, 先透个底, 从头到尾我脑子里排行的都是喜剧之王中小鱼那句话, 我不知道你再干什么来, 剧情就像一个完整对面中间, 被插入无数个括号的填空题, 括号里填上中途蹦出来走过场的各类角色, 在用他们的视角和光系, 强行光镜中兴实的某句台词, 某个场景, 某部作品里, 雄王不管用的合不合适, 转折来到深度深用, 整个剧, 向主创伤色标榜的那样, 就是一面内衫的CourseWay, 比如男主信是四人晚宫被保安装, 瞬间穿上戏服进入了唐国虎远秋香, 和杰品之脉光相结合的场景, 强冷度敏离和不适, 也让美丽整理出了故事线, 所谓的笑容爱情故事, 这线是景格杨饰演的小乔, 杨姐饰演的孙玄, 连端成室演的曹操之间的三甲链, 在此与杨姐室友们, 和景格杨饰演的支线, 仰艺灯莱复三国, 但性别都是颠倒的, 一种看着王景春, 宝建峰, 景长香的脸, 将他们对用蔡良鸡, 孙少香, 家长的历史形象的梦整奔馈满, OK, 说回剧情, 小乔是当地副市长的儿子, 解门人知是个王室不公的高富帅, 领导万千少女的传奇人物, 到底有多帅? 有图为正, 孙玄是小乔的亲民主马, 感人幼儿园时期, 而过目睹对方光屁股的人分, 分散多年后在大学校园, 用于同样的方式重逢, 曹操了, 则是漫漫如花的心机学姐, 对小乔展开满烈攻势, 专门负责给孙玄, 小乔之间设置正案, 这段三甲链试图他用淡化西游里, 这尊导、 紫霞仙子和春时三人, 以及白金金之间的关系, 男女主的小时候, 和有功夫李阿星和杨女那段回忆的女子, 三人间上远着, 都都转转, 三人校草不爱天文学姐只爱纯情小丑严的戏码, 其他主要角色, 当然也会有自己的Cospe六五, 请允许我简单粗暴地直接里面一下他们官方的剧情介绍, 反映称, 剧装向张星驰电影中的经典场景, 台词, 造型, 逆网打净, 引用张星驰的电影桥段, 达100多处, 的确, 从拍场到结束, 本距离前每个镜头, 都能显示出张星驰元素, 学校里, 到处撇着张星驰海报, 人人都是新学家, 这等场面, 张老师看来都得不计, 应用如此多的张星驰影视桥段是否会清权, 在当时形成了很大的争议, 导演放下天道不拙不远的回答, 会, 他怀着在福伴中, 鲜血, 一人堂的伟大精神, 根本没把清权这事放在眼里, 我们就想娱乐观众, 让大家放松放松, 他说, 真心实电影的版权分别很凡, 有些在以前某些影视公司手里, 所以涉及的权益也很凡, 我们先拍我们的, 暴雨中有人要将将打官司, 也没办法, 北昆十年前国内影视作品的版权力是不强, 但现在, 这部剧会是影视清权的架科书籍问题, 相当中剧, 三生三世, 这种剧中交织精华的, 在本剧的致敬, 不敢用另外两个字, 使用为怕被告密机之前都是小聊科, 光与抄袭和致敬, 有个大致区别的方法就是, 去除致敬的部分看看故事还能不能成立, 张鑫驰本身就是致敬高手, 从张杰者, 汉尔达, 冰索想说, 等好莱坞道片, 大王江卫, 张燕芳, 绝德华等同行的经典台词里上, 都对他拿来细访, 甚至成为比人做更加令人印象深刻的经典, 之所以不会有人是张鑫驰的借借美抄袭, 是因为他能将人罪的内涵通通解斗掉, 为己所用, 施瓦心格的借美逻辑, 在张鑫驰转, 成了被警察盘用的暴力狂, 汉尼拔的阴森恐怖, 在张鑫驰转成了内破后, 略显凄凉的搞笑, 王江禄的爱情人力轻, 在张鑫驰转成了情产丧男的高超骗术, 与人作的风格, 一图相差一远, 张鑫驰旧见的桥段, 所能达成的喜剧欲恶作业权劣, 赌神吃巧克力, 赌神吃方便面, 但这些桥段, 只是给张鑫驰电影锦上添花, 并不影响其故事的框架和内核, 如果去掉张鑫驰的桥段, 女孩冲冲冲剩下的是什么呢? 他也许有自己的独立故事, 但是内容怕让缩水一半以上, 而且剩下来的全是国产青春季的腐朽探路, 女生寝室永远在花吃帅哥, 男生寝室永远在喝酒肉串, 在所有孝银剧里, 都会出现到社团养演, 校包比赛, 军训, 舞会等活动中, 有人有情人忠诚救赎, 有人为风心忍血泛宝, 有人频频被家男伤害, 有人放弃坚持去尝试恋爱, 这就是主创新中的高大大学生孝银生活, 而且看词换道, 成绩的说本视觉效果, 老旧的不像2009年的剧, 但像1999年的剧, 稍微有点难度的动作产面, 竟然用动画镜头给混乱过去, 并且这一幕重散了两三遍场面之寒酸, 不知道投资是不是都花在了几个大客创名新生上去了, 导演声称自己是真心实语迷, 但是对无厘头的理解主义游戏, 这种毫不远势的词性现场, 是真实存在的嘛, 小学生女团队远班的背台词, 是真实存在的嘛, 没来回的来段概括天际的web, 也是真实存在的嘛, 把眼泛制也为无厘头就是毫无人侃, 放开了来, 无招生有招, 基本不用打磨, 只要现场有人提出更有人的主意, 就可以全盘采纳, 每个人用自以为搞笑的方式一封乐远, 仅别人本色出了的分析, 小子远如前世版新营营, 广景春, 袁丹成, 陪好自然乳丹的装傻配合, 新于配手土不服的天狂, 为我们委屈了丰富低调, 各季特色的高大, 新童杨景春老师, 他们所谓五中到晚齿的周式风格表演, 恐怕学习的正是张兴石在《喜剧之王》里讽刺的最反应, 作为无厘头宗师, 张兴石本人, 对自己达到的高度, 总是处于不自知的状态, 倒是有许多学问派和合作者, 替他分析真是喜剧的原本内涵, 解码他的独特表演风格, 在无人能够复制的表演风格上, 张兴石的黄金包装如梦达和人员员文道, 都用了同一个词来形容节奏感, 与别人格出的反应相比, 张兴石总是快弹拍, 或者慢弹拍, 或者搞了一条岔路, 杨文道说, 这种突然的对恋感, 就会产生续剧效果, 张兴石听完杨文道的解读, 一下子忽然开了, 例如在拍独生的时候, 张兴石系反感产英雄片中 带人录的出场方式, 他用肢体的慢动作, 还原了原本剪辑, 他能达到的慢动作, 一下子使你觉得剧搞笑要反覆, 当然了, 电影表演是演员和剪辑的合能, 电视剧之所以无法还原无鲁头风格, 除了演员不行, 需要剪辑上的精巧设计, 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喜剧之往里, 影天球速度被雷梦达吸附, 吃不剩一口合饭, 最后终于爆发, 感人以来为往的台词和镜头正反法, 将情绪对抗哼托到顶点, 暴随着疑问达致敌的声带, 因为你没资格持之和饭, 镜头同志祖人员全部停下手头动作, 再切给周星驰的错位表情, 突然闹下来的角度, 给了情绪足够时间的定点, 观众心中的余波, 也在逐渐困散之中, 为什么没资格? 我们在等着目前, 这个凶神力上之人带出真相, 随后观众自己人的强与弱, 不与错, 都会得到移转, 最后, 在核散的错弯攻击下, 小人员的增援被彻底击溃, 观众也反复自己被打了脸一斗, 不是模仿者余人真心时的无厘头, 就是毫无张法的乱买, 但其实, 最后都是人家想把握头的反复把模拟设计, 女孩冲冲冲的导演战小天, 在春光灿烂猪八戒, 取得了空拳成功后, 便急于考制另一个爆款喜剧, 第十, 张兴时期间最后一次现身移类的长江七号刚刚面世, 他仍旧是无龙至于的喜剧之狼和票房冠军, 于是, 借着春珠的东风, 致敬张兴时的噱头, 来着彻底电视传统戏剧的宏尾目标, 返岛试图摆造一部中国电视剧史上从未有过的, 非常独特的电视剧, 勃勃有心, 在有如传修术与邦的文旺字剧里, 托墨而来, Vit, 从老景春老师, 一力要到这部楼记上来, 学着学着突然惊喜, 有负责吗? 战争批评一过十年前, 很多人甚至没听过的楼记, 还有意义吗? 但转悯一想, 用卸取他人致力夺实的方式, 更开天气地的盗势, 以致敬之名, 行交卸之时, 这种不要脸的寻衅, 在中国影视圈, 端而不是孤立, 比如一年前, 在二级与网络发行价值上升, 赶紧暗屁的破局成组论坛上, 黄金天网马粉们的PPT设设和表示, 你们说的主题是致敬香港电影, 在我看来这是网络电影集体大卸香港套屁, 黄金海表示, 你们说的这些, 根本没有像任何知识产权, 因为尔方给过任何费用, 甚至是征求同意, 随后奋元离席, 常怨刚盖到一年不适, 如同明昊在疯狂的外星人里讽刺的 中国山照景光一样, 这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化特色的一部分, 现实中不以无耻, 但以为人的演示从业者当有人在, 导演如此, 基本动业亦如此, 与此同时, 在修备这种山照作品被修过的观众, 也该重新思考一下, 我们的跨路, 都不都如此原下, 该原创文章首封于微信公众号, 第十方认识, 奥地, FaceWayton, 微信搜索关注, 第十方认识。